今天台股反弹好像有点小小的不太有力哦 今天只有涨了27点 大盘依旧是收在颈线16650点之下 台股到底会不会形成N头形态 继续向下修正呢 有一个关键性的指标 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指标到底是什么呢 另外盘面上 AI类股是持续的修正 后续到底该怎么操作 我们今天提供大家三个策略 让大家解决手上AI类股所有的问题 今天的节目很重要 你一定要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是好股还是快股 找到好的买点都是标准 我是何姬鼎 超过20年的投资经验 专门研究转折买卖点 从投资分析 选股 到操盘策略 让你培养财经软实力 掌握赢家思维 投资要获利 记得订阅分享 并加我的LINE AT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顶级超版手 那个我们真的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的YouTube订阅人数 已经超过1.1万人了 终于是 突破1万的关卡 卖相2万 我们一定会超越2万的 那我们的订阅人数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 有些人好像 都看我们的内容都只是看看图而已 没有只去听我在讲什么 然后在下面留一些我觉得 蛮奇怪的言论啊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我觉得蛮奇怪的 真的说真的 以这个第一点来讲说 之前不是说 不做AI要做什么 怎么现在又变了 老师有变吗 我说不做AI你要买什么 这张图 我也印象深刻 我也直接拿出来 直求对决 来我说不做AI要买什么 确实啊 前一阵子在回答财报公布之前 是不是都这样状况 所有的资金全部都买AI 你看 现在 我们现在手上写的这几档股票 军工航运生计面板 只有军工类股 在回答财报公布之后 有点转强的讯号 那其他呢 我们不论看航运嘛 来看一下航运是不是有有强 航运26 我们看2603的代表 就是长荣 长荣有强吗 是不是持续向下跌 那我那一阵子说 AI类股下跌 我觉得什么股票也都不用做了 对不对 这样看也没错啊 航运类股也是向下跌的 再来看生计嘛 生计最强是什么 生计股王是宝瑞 所以我们就拿宝瑞来看一下 宝瑞是不是也持续走弱 所以我会觉得 你不做AI 那其他股票一样是跌 那我那个时候当然跟大家讲 一定要做AI啊 好你还要我看面板吗 你还要我看面板吗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板 念面板来 面板念板来 面板一样是不好 AI跌什么都没有在跌啊 那我那时候要跟大家强调的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 AI跟大盘的联动性极高 对不对 只要AI涨大盘就会涨 AI跌 大盘就很难涨啊 所以你看连报纸都这样写了 所以我这个结论有错吗 完全没有错啊 来 AI大复活 那天AI复活之后 台股就重返月线了 那现在呢 现在我是认为 筹码比较凌乱一点 自从回答财报公布之后 那回答开高走低 所以所有的AI类股就持续变成 修正的格局 我是这样讲吧 我有说不看好AI吗 没有啊 我认为下半年来讲 能持续带动营收向上的 应该大概只有AI 如果要再讲的话 我认为军工也是有机会的啦 那还有什么呢 除了军工之外 我认为还有车用 所以我认为 AI军工跟车用是下半年 比较有机会带动营收 获利持续成长 那还可以布局的一个类股租群 那你要问我 航运的话 我就跟你讲 航运任何的反弹 都建议你出股票 我这样子有变来变去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我只是建议大家修正要小心啊 好对不对 你看真的 真的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那个留言的人讲的 对不对 说变来变去谁不会 我有变来变去吗 我没有变来变去吧 好再上第一句 第一个第一条说 前阵子还说大盘是多 回答只是修正 AI就是主流 到现在看也没错啊 如果你在回答财报公布之前进场 其实回答财报公布之后一定都有高点可以出掉 看你出哪一档而已嘛 对不对 好结果大盘真的下跌了 我说大盘也有可能要走空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 我在强调 我有没有说大盘走空 没有啊 大家来看一下大盘 大盘的部分 我那时候在8月 8月中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我说大盘无论是多 或空 都是先弹再说 先弹再说 先弹是什么意思 就先弹起来 先弹起来 那我是希望他弹起来就直接就突破 季限了 那时候我心中的规划本来想说 如果能弹起来碰到季限 对吧 碰到季限 如果后续震荡震荡一下 他就有机会挑战新高 但现在呢 现在我们看到真的大盘真的有没有弹起来 大盘是真的有弹起来啊 我们看一下 大盘在这一波有没有真的弹起来 弹了啊 只是他没有弹过季限 让我会觉得 有点疑虑 可能修正还没结束 那你问我说为什么会看多 因为明年总统要大选啊 那联准会升息已经升得差不多了 就欠什么 欠他什么时候要降息啊 那降息的话等到股市跌下跌到受不了 他降息了 诶 那就会重返多头啊 那我认为 以美国现在啊 那个公债值利率那么高 美国借钱都借了批批车了啦 他们借钱借了快受不了了啦 所以我认为下半年还是会有多头行情的 只是暂时性有可能会修正 那修正呢 我有讲啊 那就是一个 现在看形态我们 必须要就线论线 就形态论形态嘛 那我们就说啦你看 大盘这样的状况 我在上个星期跟大家分析 我说这样看起来 这样看起来这是什么 这样N头啊 这N头我也 我也不想讲他是N头 但是他就是这样子啊 那每一个老师都不敢讲 这我敢跟大家讲真话 什么叫真话 N头就N头嘛 那只是看你要怎么操作 那每一个老师 诶 什么叫做十多头老师 就跌下来跟你讲说 就是要加码买进加码加码加码买进就对了 我讲真话我竟然错了 我说可能会继续向下修正修正 你如果有现金 是不是有更好的买点 可以再进场再加码再买进 我这样做没有错吧 那我只是根据行情去做判断 因为现在行情看起来 以整个形态来看 就是一个N头啊 因为N头看起来的话就是长这样嘛 那N头如果真的要成型的话 关键就在这个颈线 我上星期五你再去听一下 我上星期五说星期三之前 星期三之前一定要突破颈线 突破颈线就没问题了 突破颈线 这个N头就代表说他失败了 他失败了 那就不用担心啊 那我有说他走空吗好 来N头你说N头就是空吗 N头好最多最多 我说这个算是一个小型N头 最多修正到哪里 我说等距平移我都帮你算出来了 大概在这个位置 15700点 可能是一个满足点 那我要是我抓的话 可能会抓一个整数关卡 16000点 16000点 那当然呢 这是说如果跌破了前低的状况 前低在这边 如果跌破前低的状况 才有可能这样子 那你看一下 跌破前低离 我们理论的满足点 其实也没有差很远啊 你这样讲就讲我空 那有些老师更简单行事的 便宜行事的就直接跟人家说 大盘 大盘最多跌到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前波的支撑线在哪里 前波支撑线是不是在这里 他就直接给你画这一条线 画这一条线 前波嘛 前波高点突破嘛 然后就跟你讲说是在这里 就16000点 这样简单 那么简单吗 我帮大家画毒 我帮大家连图都画出来了 就是一个N头啊 对不对 我有说走空吗 我说他可能会继续向下修正 说 把握任何反弹换骨的机会 赶快怎么样 弱者很弱 强者很强 要换股嘛 要换股要保留资金嘛 所以大家看一下 我们说 我们换股有没有出股票 我们什么四星嘛 把握回来之后涨停 涨停后再涨停 涨停完后持续震荡 震荡以后再创新高 我看到不对 那个挥达财报公布之后 没有大涨 那我们当然要干嘛 我们当然要出调啊 大家看一下 我们上个星期五出调2470 全速获利了结 今天呢 今天是不是继续再跌 我没有出在这相对最高点 但是出在是不是 来讲 就是相对的最高点 我没有出在最高点 出在相对的最高点 那有没有较劲 都有较劲啊 要不然怎么这些图 而且我说全出耶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是不是说全出 来 全速获利了结 全速 全速获利了结 就是一张都不留的意思 今天有没有看到 完全命中啊 有没有较劲 都有较劲啊 都有较劲 有较劲啊 你现在资金保留 那你不就是可以等 更便宜的进场机会吗 对不对 这就是我讲的啊 弱者可能会很弱 很弱 很弱 把握反弹的一个机会 在我说其他AI股的部分 是不是我也给大家这个 AI指标全攻略 也都跟大家讲区间怎么操作 如果跌破区间可能先 先出一些 然后呢 跌下去如果区间确定的低点不跌破 诶 就可以怎么样 底部再承接 来回再操作啊 这不是都讲在前面吗 好所以呢 所以现在到底该怎么操作 坦白说啊 我认为啊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 资金啊 还是在美国公债殖利率啊 美国公债殖利率真的太高了 美国公债殖利率现在是5.5% 抽走市场资金 那其实我之前啊在交 我以前在外面交社大 交其他地方交投资学的时候 我都画这张图 跟大家讲 股市如果是大多头 一定是央行放的钱 降息 或者是QE QE以后市场充斥的钱 不论是股市 债市 实体经济都很多钱 那现在状况是什么 央行有没有 在紧缩资金 央行紧缩资金 把股市的资金抽走 把债市的资金抽走 把实体经济的资金也抽走了 那现在利率那么高 利率那么高的情况下 股市的资金部分跑到债券了 因为债券我刚刚讲啊 美债三个月起 值利率5%欸 所以很多资金都跑到债券 那再来呢 实体经济的部分你会发现啊 实体经济现在也缺钱 因为利率太高 他不会去借钱 他不会去借钱的话 没有钱的借不到钱 有钱的他就去买债券 所以实体经济现在慢慢缺钱 那实体经济在缺钱的情况之下 那他怎么办 欸又跟股市要钱啊 欸经济没有太好 那现在企业又要扩大投资AI伺服器 那AI伺服器贵不贵 超贵 那这么贵的情况之下 他们又要扩大投资AI 那你会发现 为什么最近科技类股先跌 跌那么深 我根本就觉得那些科技公司 为了发展AI 自己在卖股票 要去买AI伺服器啊 因为现在市场上借钱利率太高了 他们迫不得已在卖股票 所以造成什么 股市的资金 都被实体经济抽走 被债券抽走 所以资金整体来减少 所以呢 整个大环境就会稍微震荡走低 然后呢 再反弹再震荡来回 这样子等 等什么时候 等什么时候才会大涨 等 刚刚讲啊 这边 什么时候会百花其放 等政府 等央行 放钱啊 等QE啊 现在就是这样的状况啊 所以不是什么股票 都会涨 那我们说 投资股票就是要看总金面 基本面 技术面 那这不就是我带大家看的总金面吗 这不就是总金面吗 对不对 好再来 那整体的大环境行情 并没有太多的基本 基本面就是GDP嘛 那GDP目前看起来没有太好 我们就看技术面 技术面的话 我刚刚跟大家看过了 对不对 我说台股现在看起来就是N头 最差最差状况就是形成N头 然后跌到15700点的满足点 对吧 对吧 我觉得我讲实话竟然错了 你看我讲N头成形弱者很弱 所以呢 我刚刚是不是讲了 我们粗调什么 我们粗调四星 然后我们还粗调什么 来 那见准 见准你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也粗调见准 2421 上个星期五全数获利了结 全数获利了结 见准 来见准今天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 上星期五粗调是不是出在哪里 是不是出在这边 今天再跌 我们是不是又出得漂亮 是不是又出得漂亮 来看一下我们那天什么时候叫出的 11点 11点 还有相对的高点可以出厂 大家知道吗 还可以卖在1万 不是1万 是150点附近 150元附近 大概145到150元之间 真的是卖在相对的高点 因为它上不去 因为见准散热的 我上星期看到散热3017 我发现3017 我为什么要出见准 因为我看到3017 跳上去又跳下来 这里就形成一个什么 夜星 有成星就有夜星 夜星的意思是什么 三个K线 跳上之后再跳下 那这短线上来讲 有可能会怎样 持续的往下修正 所以我看到奇红是这样 我看到 双红也涨不上去 所以逼不得已 我只好出什么 我只好出见准 那再看见准的部分 有没有在我的 有没有在我的AI指标 全攻略里头 跟大家讲的一清二楚 来对一下 见准在哪里 见准在这 140元支撑 收盘不跌破 会喷出 但是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收盘跌破了 而且谁先跌破 我有警讯到 见准 奇红 奇红350块都 撑不住啊 出现了一个成星形态 大家再看一下 奇红3017 350块撑不住 有没有撑不住 撑不住啊 那一天跳上去又跳下来 这看起来就是要往下跌破 那他要往下跌破 我当然知道出 见准啊 你看我们见准出在相对的高点 一样是赚钱了 有没有看到 再对一次哦 再对一次哦 你看AI指标全攻略 见准140 今天是不是被跌破 跌破后续是不是就持续的往下跌 对不对 今天是不是已经收到了 我们再看一下见准 见准今天多少钱了 132了 132了 你看这么多天上不去 我们当然要出啊 有没有出掉 是不是都出掉 有没有出掉 8月25号上星期五 2421见准全数获利了结 有没有获利了结 然后呢 我们除了出见准之外 我们还没有出其他的 像我们也有出 技嘉 技嘉是不是也出掉了 技嘉 有没有看到 今天一样是在我们的 AI指标全攻略的范围里头 我们那天出掉 再看一下啊 我们340出掉 340出掉今天呢 虽然说是345 但是呢 是不是出在相对的高点 来再看一下哦 技嘉 我们看到区间在哪里 300到350 300到35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技嘉今天呢 今天看到现在的图 他是不是就在350 350是不是这一条线 350附近 已经一天 两天 三天上不去 我逼不得已啊 我只能先出啊 我先出这如果他回来 接近了300块 三天 跌不下去 哎 我是不是就又可以进场 我进场之后 我可以再做一波 来回不停的操作 300 350 300 350 一次操作如果赚10% 两次操作是不是就可以赚20%了 那行情 不一样 有不一样的操作方式嘛 你总不能说 哎老师你说技嘉会涨 就永远都会涨 一直涨 我7月涨 我6月涨 结果你都不 不来跟我一起买 然后到8月开始震荡的时候 你又说老师你不是说就是会涨吗 哇这是用岳飞 去跟官公对打吗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操作策略 你总不能现在 还在操作航运吧 2020年的时候大家在做航运类股的时候 当然只有涨航运类股 我那个时候如果讲 我就是要做航运 那时候有错吗 那时候没错 那现在呢 现在当然就有错了 那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操作方法 那现在呢我从大盘跟你解析 我跟你解析就有可能会修正 有修正就是来回操作 风低进场 风高卖出 有什么错 全攻略也都跟你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拿到全攻略的 赶快加我们的LINE 我们LINE都有很多重要的资讯跟大家分享 那还没加入的 现在就打开手机相机 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LINE 不只是你想用关键字的方式搜尋 请你打小老鼠GD1788 有些人加入LINE的时候 老师没看到 来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LINE 这是LINE的主页 你加入主页之后 这边有一个功能键 功能键的部分 你看这边有一个叫做最新的赚报 你给它按下去 我上星期有没有说 要送大家AI加Apple双A概念股 有没有放在这边 有没有放在赚报里头 所以我有任何的资讯 我都会放在这边 请大家就直接从这边按下去 就可以看到我给大家重要的资讯 那当然之前就有什么 就有送大家全攻略全攻略 那全攻略还没有拿到手的 赶快留言吧 或者是你在YouTube留言 让我知道一下 我就赶快再放上去 好吗 可以在YouTube留言也可以 所以YouTube的部分也记得要帮我什么 订阅按赞给它分享下去 你看我提供那么多资料 连AI指标全攻略 都跟大家分享了 还能不按个赞吗 还能不分享出去吗 来打开手机相机 扫描这个QR Code 记得要帮我订阅按赞 并开启小铃铛 好所以现在的大盘就是 不要震荡向下修正 但我讲到这边很多人都 凉了一半 老师 大盘修正 还可以操作吗 我靠大家 没有大家想象中的 这么差 虽然说最近有可能会再修正 大家看一下 大陆开始在救市 大陆最近在降息 降准 然后证交税要减半 所以呢你看一下大陆政府是想尽办法 正在救 有在救就没事 没在救 那就真的有事 我担心他不救 那今天看到这个消息就知道 大陆都在救股市 所以大陆的那个股市的底部也差不多了 所以我认为持续的震荡 走完之后 就有机会 慢慢慢慢的 守住低点 然后打出一个心底 然后再向上 好那再来讲到AI的部分 我认为AI还是下半年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产业 你看一下AI来起啊 德国的报社都开始裁员了 为什么 他们直接用什么 AI去做生成 他就说他直接用AI啊 去节省成本 我就不用那么多人了 不用那么多人了 那你说 现在哪一个国家哪一家公司 不想尽办法去节省成本使用AI 所以AI它一定是未来的大趋势 那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 最近操作难度会比较高 你可能要来回操作 好 那如果说我讲到这边 你还觉得 老师真的没救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告诉大家去年 去年算是空头吧 你看一路往下走空 在走空的情况之下 难道没有股票会涨吗 我记得去年在走空的初期 生机类股先出来撑盘 把整个盘是给撑住了 生机类股一直涨 很多生机类股是轮流上涨 所以那个时候不做生机类股 哎 钱很难赚 好再来呢 生机类股走完之后呢 换什么 军工类股又接棒演出 所以即使是像去年那种 空头的情况之下 好 也是有股票会上涨 那我认为下半年的主流 不出 不出拖出三个产业 第一个就是AI 第二个就是车用 第三个就是军工 为什么特别讲军工 因为乌俄战争还没结束 乌俄战争还没结束的话 其实全国啊全球啊 都持续在军备的竞赛 那两岸现在好起来了吗 两岸好像也没有很好 台湾说要开放 台湾说要开放路客 结果呢 那个观光类股大涨一天 好结果 大陆好像又说什么一厢情愿怎样的 也没有说真的要开放 现在又大跌 今天是不是旅行社会开始跌了 好所以我认为军工是比较有机会的 车用是比较有机会的 AI是比较有机会的 我们就要找到什么 逢低的买减进场 我说投资股票一定要看什么 一定要看产业面 基本面技术面 那产业面的部分我都跟你讲了一清二楚 就是什么 AI 还有什么 军工 还有车用 就这三个 那车用的部分啊 那又有人在讲啊 老师你说什么车用车用 之前在跟人家讲AI 那记得我反弹即先锋 你看几乎都车用 一档车用两档车用三档车用 六档股票有三档车用 那你就说我变来变去 哇 冤枉啊 大人 对不对 你看一下我们那时候跟大家讲的 那个电影的部分 是不是持续上涨 好来我们看电影 电影有没有持续上涨 持续上涨还涨两根档 涨停板啊 我们那时候讲是讲在这边 讲在这边 你看一波向上 从33块一路 现在涨到 即使今天收盘价 涨到这边是多少 47.95 涨幅最高是超过50% 50% 到现在还有几个老师 能找到像这样的股票 没有了啦 但是要是我今天会出掉啦 坦白说 我今天就是会出掉 我今天就是出掉 为什么 第一个50块整数关卡 第二个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四天都过不去50块 还是该出 还是该出 所以这就做sale 没有 卖掉 那再来呢 金像电的部分 来金像电再对照一下 金像电啊 我们这边也是有嘛 金像电对这边 有没有 守住200块支撑 随时有机会喷出 这是我上星期写的 那我们看到现在的金像电 他是不是真的守住200块之后 喷出结果又掉下来 那既然喷出又掉下来 这三个 现行形成 这又叫做夜星啦 夜星就有可能会持续向下 所以上个星期五 我们也是全出掉 全出掉比较安全 既然 我都看大盘 会再修正一下 那当然是有资金保留 等AI类股跌到低点之后 再去承接 承接涨起来 我们再卖掉来回操作 是不是就这样操作 好 再来呢 我们秘场的什么 也不要说秘场 讲了好久 这礼拜上礼拜全部都在讲 台猫 台猫的部分 来 车用 车用台猫的部分 我们从这边进场 我们从这边进场之后 每天看它涨 那为什么之前涨是涨那么慢 因为之前就是AI太强了 AI太强就带动什么 带动什么类股都很难涨 就只会涨AI 所以 现在AI稍微弱了一点点 资金释放出来 它就持续的不断涨不停 就涨停了 然后今天这几天呢 因为大盘不好 大盘不好的话 来 所以它就稍微震荡一下 那它震荡一下又如何 大家看一下 我们呢 买在多少 八九块 买在多少八九块 大家可以看一下 8月16号 哇是不是八月中进场的 是不是八月中进场的 是不是送大家反弹急先锋附近 带我的会员进场买进的 拍一帽 八九元进场 八九元在哪里 九十元在这 对贯八十九元就在这 八九元这边进场之后 一路向上 一百 一百一 现在是挑战一百二 这波段涨幅至少有30% 30% 30% 30%了 哇 最近大盘是这样的状况 我还有30%的股票 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就知道 有多强 还原权值是再创新高的 那我说过 你看当股票啊 你看当股票 你要看 产业面 技术面 基本面 产业面 技术面 产业面的部分 胎帽做车用的 产业没问题 基本面的部分 我说过 他营收 有没有看到 本来的营收是这样 我当时就预计 他营收会大成长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大成长 这本来 这现在 这本来 这现在 有没有大成长 今年七月份的营收 再创今年新高 甚至是快要到达历史新高了 那还有呢 他为什么这么飙 这么狂 因为呢 有一种基本面 他叫做油亏转赢 油亏转赢 油亏转赢 他最飘悍 所以他真的很飘悍 你看我们什么时候进场 89块进场 89块进场 一路向上 我们看到 再看一次 89块这附近进场 就一路向上 这一天上限 你去看一下 8月22号 我有没有跟大家讲 上限 我有没有出 没出 上限没出就继续涨 继续涨不停 又涨停 然后呢 到120整数 关卡 稍微震荡一下 来 震荡一下呢 如果你还原全职 其实 还是在清高附近 所以你看一下 这就是买进点 8月16号 89块 我还建议我的会员 不要买超过90块 不要买超过90块 你看我多贴心啊 现在几块 116 那到底要不要出 120块整数关卡 123 你说要不要出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要不要出 刚刚我已经讲那么多了 而且呢 一档好的股票 我们都是 做一次 做两次 做三次 就像之前的银棒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做它的时候 在6月19号 开牌之后 你看 车用零组件 66%营收来自于中国 大家知道现在中国的车子 外销有多么的强 所以呢 你看涨停 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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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三涨之后还不够 四根涨停 一张不卖奇迹自来 这中间我都没追高 跌停板我都没在怕 然后就震荡震荡 然后呢 再一根涨停 有没有买进 6月19号 6月19号 盖牌当天我跟大家分享 84.5 84.5是不是在这边 进场之后 震荡一下 就持续向上走高 然后再创新高 有没有 这就是我讲的 投资股票 一定要看什么 基本面 技术面 跟产业面 你才能怎么样 找到真真正正的大标股 那我知道大家现在手上最大问题是什么 AI吧 我知道大家手上有满手的AI类股 那AI类股怎么操作 我告诉大家 大概不出脱四个方法 第一个 就是没有问题 基本面好的 没有问题的 就是区间震荡来回操作 有问题的 赶快把它混到区间震荡的 来回操作 比如说像技嘉 技嘉300到350 接近300 不跌 进场 把所有不会长的AI换过去 再来你第二种操作方法 就是快进快出 快进快出 进场 有赚赶快出 进场 有赚赶快出 那第三招是什么 我知道有些人 比如说像伪创 伪创 如果说你手上有满手的伪创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认为赶快来找我 我告诉大家 其实伪创的部分 可以采用一个避险性的操作 那避险性的操作呢 你只要多拿一笔资金出来 做个避险性的操作 完全没有问题 那当然还有第四招 我们隐藏招数 第四招 第四招 我们先保留 那前三招如果你用得顺 其实你AI股 就完全没问题了 如果你真的有问题的话 AI指标全攻略这一张 也可以拿来做参考 如果你没有收到 你不知道在哪里 记得 like 或者在留言上面跟我讲一下 我再po一次 好不好 所以AI震荡 我已经教大家三招 第四招 我们保留给我们的会员 所以你现在有很多问题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大盘持续的向下修正 那我认为啊 如果说啊 台股啊 一直没有办法突破 16650点 还有重要一个关卡 是什么 我刚刚讲过 如果大盘啊 你要看会不会持续修正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卡 就是道琼指数 道琼指数 有没有办法收复 34500点 如果没有办法收复的话 大盘有可能会持续向下修正 你手上的股票 有可能弱的 会持续走弱 但强的呢 还是有股票 要赶快把不涨的 换成会涨的 资金集中 化整为零 集中布局 下一波赢家 还是你啊 所以如果你现在手上的股票 不知道该怎么办 欢迎大家 加入我的LINE 那我们一起来持股诊断一下 或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透过旁边的电话 来跟我们做询问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